这一期刚开始呢我们将演示的是结局之一 其实虽然一直都保持是不剧透不剧透不剧透的这种原则啊 只是给大家透露几个直接性的展示一下就是能发现的线索 但是之间的关联呢也并没有直接跟大家说明什么的 但是就是也一直在想最后一件已经最后一级了 要不要说明要不要说明 最后想还是还是保持原先的那种 不要说的太明白 能点到说是线索都给大家尽可能展现到就好 我们接下来这个boss战要做的准备是身上的服装呢 全堆是顿机伤害抗性最高 然后呢我们看上面还配有了这个执行者的手套 这是一个奥数魔法和这个该隐和色的那个罗家流色大师的那个魔法很像 就是召唤出几个骷髅然后慢慢的去追踪这样的一个魔法 它属于奥数伤害 这个我们现在的奥数是40 但实际上呢这种奥数道具造成的伤害呢是以有卡 是以数不是随着数值增加就增加 它是达到一定数值才会有变化 比如说10点25点和50点 我们现在40点也就是说40点的话 也是跟25点的这个奥数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有需求的话可以把这个奥数堆到50点这样的话就伤害就会高再高出很多 这里又有这很多的这个头上套着牢笼这种尸体 我们来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跟原先那个之前要进入这个我们这个噩梦月之闷眼这个区域之前的那一块看起来是一样的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打的boss呢同时它也弱火 弱火属性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喷壶还有油壶 在这里听到这样一个孩童的哭喊声 然后出来了一个全身长满羽毛的一个 是怪物吗 但是可以看出来它没有形体 是透明的一样 但是它又有这个长长的爪子 这个爪子和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狼人的这个毛皮看起来很像 但是它的确实形体上没有形体 它的头是一个透明的 我们给它丢了个油壶 但是好像这个拿错武器了拿枪开了一枪 我们应该换上这个火焰喷灯 这里其实打它的话应该属于一个比较好打的boss 因为首先它这个攻击没有特别频率没有特别高 是属于比较慢的那种 而且你可以引它出招 而且呢它的这个抗性呢基本上就是许厚一点 其它的抗性没有特别明显 特别高的抗性 最弱的抗性是奥树 然后其次是火焰雷电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们只要引它出招 就可以这个打后手 但是比较有威胁的是这样 它让整个环境进入这种阴暗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会追着我们打 但是不是追的特别紧 它有离它一段距离的话 它还还看不到我们的位置 但是呢这种时候建议大家专注于躲避 不要再进行攻击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也有一定概率第一阶段会出分身 第二次出现这个的时候也有分身 这个boss呢没有明显的分阶段的状态 但是呢它会间歇性的就会进入这种 让场景整个进入阴暗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唯一这个会造成比较大威胁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没有出分身 出分身的具体条件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 好像有的说是不要踩地上的这个骷髅 这个骨头 有的说是这个 反正怎么样的说法都有 但是我尝试下来好像一阶段有的时候会 不会有分身 但有的时候会有分身 出现来就直接出现在我们身边 等会再出现一次这个黑暗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第二次出黑暗的时候就不会出分身 这个至今不明白 可能是随机的吧 但是按照这个网上很多说法的时候 实验过来以后 也并不是百分之百是那样的 而且也没有说是偏向性的概率 基本上可能就是随机性的 并不是决定性的 然后我们看他的各种出招 只要打后手就行 如果你要是对手中的武器能熟悉他的空击距离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手杖在鞭子形态的时候 其实打的距离还是挺远的 看还是能抽到的 而且如果说是能调整好站位的话 他这个挥舞的最后一下打完正好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看他是缓慢的向前移动的 而我们这个出手的时候 虽然说是距离是打不上的 但是挥出去的那一下有一点时间 正好他要靠近我们的话 正好可以打仗 一判好时间的话也可以偷那么几下伤害 但是不建议 因为完全没有必要 安全的打的话早晚也能磨死 因为这个容错率还是挺高的这个boss 而且我们堆了这个盾击伤害 他打上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到造成的伤害也不高 不是很高 并没有说是能秒 很少有那种能秒我们的招 但是那种特别好躲的招一旦被打中 基本上那也是秒的 这种招伤害很高 但是不至于秒 目前我们的等级比较高了 但不至于秒 像他这种时候 是一个比较好的攻击时机 但是我们看 魂昏射器的话 虽然说是可以爆伤害 但是如果说是不加油壶的话 伤害也不是很高 如果真的要爆伤害的话 可以配油壶和独嘴灰 然后我们看这个阶段明显开始出分身了 时不时的在身边就会 顺移出来这么一个 他的一个分身 但是这种时候呢 我们只要向着一个方向 慢跑不要用快跑 因为快跑的话 搞不好绕着绕着 就绕到这个boss本体身边了 我们只要保持这样翻滚 出现以后 就继续向绕圈跑 专注于闪避就好 不要再进行进攻了 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也不是很难熬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很悠闲的在慢慢跑 如果太近的话 翻滚一下就好 也有其他世界的玩家 进行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这个boss属于不难 我第一次打的时候 就死了一次就过了 死了一次是用来观察 他的这个动作 然后是死在他的分身下了 然后第二次的话就发现 就专注于躲他的分身就好 其他没有什么威胁 这个我们看到名字叫 莫格德姆如母 大家也还有一个繁体的翻译 叫梅高的奶妈 这个莫格 而且我们这个场景的这个名字 我们看到叫莫格的居宿 莫格的上层 莫格的中层 这个地方是莫格 莫格是什么 莫格到底是谁 莫格的梅高奶妈 莫格的母乳 乳母 然后旁边看到有婴儿车 婴儿在哭喊 但是我们找不到那个婴儿 难道说这个婴儿是一个无形的 也是无形的 然后这真的就是神子 这种种迹象确实表明 这个孩子应该就是降临的这个神子了 而且但是我们看到前面之前那个门口 有一个穿白色像婚纱礼服的这种一个女的 然后肚子上就是孩子 就应该是抛妇产一样那样出来的 然后他又在哭喊 就像是孩子被生出来的孩子 刚生出来的孩子被抢走一样 而且那个女的我们在雪月仪式的时候 就是那个杀死这个 罗姆蜘蛛那时候的时候就有看到过他 然后呢他又出现于这个月之闷眼 莫格的居所这样的地方 这个boss剩下的血量不多了 我们可以最后用这个执行者手套给他补刀补死 因为基本上一个执行者手套的魔法 可以打到他400的血量 就最后补刀的话还是很适合 但是他最后放了一个这个阴影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因为长时间的硬直 我们可以连抽抽到他1000多点 直接给直接就打死了 这个魔法都没有用 注意只听这个小孩的哭喊 这个小孩的哭喊就没有了 那个婴儿车也翻了 似乎是这个 随着这个梅高奶妈被击杀了以后呢 这个孩子也死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显示的字不是以屠杀猎物 而是噩梦屠杀 我们以前在梦境中看到一个字条 这个噩梦的源头 难道说这个就是什么噩梦的源头 我们从同种迹象应该可以看出 它确实就是 这个神所找的神子的替代品 一件伟大的圣器也被称为眼之锁 每个大神婴儿都有这个期待的前身 每个大神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又呼唤着替代者 这条锁子令月之信徒得以窥见墨格 但也造成了他们脑中的死产 使用可以获得洞察力 并且如猎人们所说还能一窥真相之貌 尽管无人能回忆起真正看见墨格的景象 有点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为了能看见这个墨格 人在脑中能看到他 但是因为要试图看到他 却又造成了让这个墨格又死掉了 然后又想办法让这个墨格又附身 然后又试图看到他 然后看到他又死了 我们看看刚才的这个BGM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八音盒的这个音乐 就是刚才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隐身 就小女孩给我们的那个八音盒 我们刚才在这里居然听到了一样的音乐 刚才打这个梅高奶妈的时候的这个BGM 如果注意一下 我们将这个梅高奶妈击杀了以后 再次回到这个白衣女子的身边 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鞠躬 然后就这样消失了 这又代表什么 他是在感谢我们吗 那么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猎人闷镜 我们看到猎人闷镜着起了大火 整个这里这个 这个闷镜支援里面的工厂形象 这个房子外围全部都烧起来了 但是还好里面没有烧 东西还能用 记忆祭坛 这上面是改变符文的 大家原先没有给大家提过 这个祭坛叫记忆祭坛 然后在上面可以 来进行符文的这个改变 就是符文是媒介 然后但是存储的是记忆 然后通过记忆来产生了一些效果 但是这些记忆可能是不是 我们所能理解的一些知识 这里人偶说了 因为随着我们将这个梅高的奶妈击杀 击杀了恶闷之源 迹象上来看应该是击杀了恶闷之源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梦境也即将结束 这个夜晚也即将过去 黎明即将到来 这个时候老猎人格曼在一个大说 是大树下等着我们 但是此时呢我们还已经有一些触发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去看 我们去看一下 买这么多油斧要干什么呢 我忘了 因为我这个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其实是在说解说的时候已经半个多月了 两个多星期前了 我们现在要前往是这个教堂病房 我们一过来就会发现 之前的那个妓女不见了 然后我们看到地上有一滩血迹 然后我们看跟周围的人说说话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跟这个老太太说话并没有什么变化 那就继续坐在这了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修女 治愈教会的修女 完全疯了只会笑 不读书你就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好像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又好像又没有道理的样子 说的话没有任何根据全屏感觉的这种 另外一个你送的就让这里保持安全和静 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地区 谢谢你 但是我恐怕 这是最终的 没有一距离 没有在古城里 我恐怕还有其他地方 也不知道他这个笑声是什么形态 我们去找一下之前那个妓女 我们看到这边有雪姬 但是呢雪姬就那一摊 然后他人就不见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 我顺着这个方向往下走 临时长了 长临时的话就说明我们游戏主角发现了什么 察觉了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察觉什么 我们自己来看 这笑声应该是疯了还是 最后还是哭了 可能没风 只不过就是太害怕了 你们都应该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玩意儿就是他生出来的 然后我们看他这个形 这个小小怪物的这个形形 是不是跟宇宙之女旁边的那些小怪物一样 但是这个居然从他体内生出来 就说这玩意儿还是能 还是从人体内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这时候如果说 把这个小怪物砍死 我把这个小怪物砍死以后 得到一个三分之一的旗带 然后还有阿利安娜的破鞋 阿利安娜的鞋 我们看到阿利安娜他自己也死了 看起来好像他们之间本身有 有什么潜在的联系 难道是那根旗带吗 因为我们把他杀死了 然后通过那根旗带 然后阿利安娜也死了 然后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根旗带 找一下那个旗带的说明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四根旗带了 一根是在这个猎人工厂那里捡到的 一根是在血月之后杀死了这个 假的尤索夫卡 我们看这个鞋子上的说明 很简略 就是简单的一点形容 但是要注意这个所谓的贵族服饰 这个贵族服饰说是这个 该隐克斯特那里的贵族所穿的衣服 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阿利安娜他这里 他穿的衣服 我们把这个衣服穿上 你们对比一下看 同款 完全一样的衣服 我不知道这当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意思 还是说这个阿利安娜 她是和该隐的女王 该隐的女王叫安娜丽瑟 都有个安娜两个字 但是好像发音也不完全是一样的 可能有关系 但是也可能没关系 不过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那游戏当中给这件衣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旗带 这一条旗带是之前打完梅高的时候 梅高奶妈获得的那个旗带 这是我们刚获得的这个旗带 每个大神 大神前队都有自己的 然后呼唤着替代者 而欧盾身为没有形态的大神也不例外 想象一下 他是腐坏的血液 开始了这个神秘的联系 使用它可以获得洞察力 并且如猎人们所说 还能依亏真相之貌 尽管无人能回忆起 他真正包含的景象 而且还是如猎人们所说 看来这个事情的所谓 通过旗带能够获得洞察力 能够亏欠真相里面 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流传的东西 而且知道旗带的这个猎人们 应该很早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这个也说 三分之一的旗带 促成了暗淡之月的到来 而暗淡之月又召唤了猎人们 并构筑了猎人的梦境 看来就是说 猎人的梦境的一切 是某个旗带所代表的 某一个大神铸造的 这个是在猎人工厂那里捡到的 威廉大师寻找过这条锁子 其一通过将自己的脑 与多个眼相连 以求让自己的见识上升到大神的程度 他认为人类要想达到大神的程度的话 这是唯一的选择 看来威廉大师在很早以前的搜索的时候 是试图让人类进化 然后通过增加大脑所连接的眼来进化 但是后来威廉大师看了有些信息说 威廉大师的也得出个结论是 这种盲目的进化会招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我们得到了很多线索 然后知道了很多事情 但是这些线索的先后顺序 我们还得要靠自己来整理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还有些线索 还有些线索 其中一个线索在这里 这个修女 我们例外的一次 算作是一个无辜的人 但是她已经疯了 虽然可能很对不住 但是我们给这个 杀死她以后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符文 盘绕之欧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符文的解释说明 这个女人她仅仅是疯了 但是她也没有什么 发生过什么其他的事情 但是杀死她以后 却能获得这样一个符文 这个符文是联系符文 内脏暴击可恢复水晶子弹数量 恢复数量为一 叫欧盾之盘绕 卡列尔符文 盘绕是温热血液中 微量粘液制 对猎人的一种阴暗技巧 内脏攻击提供补助 内脏攻击可恢复水晶子弹 不论是不是人类流出的血液 都是最高的媒介 同时也是无形的大神欧盾的精华 欧盾和她的忠实信徒们 都在秘密的寻找着珍贵的血液 这个符文的说明后半段 后半段跟之前的这个 无形之欧盾的那个符文 就是说装备上了以后 可以增加水晶子弹的 这个装备的上限量 是增加一二三四 应该是有三个符文吧 一个两个和四个 我忘了应该是 反正前面是有一个的 我们看到这个都是跟 就是这个符文都是跟血液有关的 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细节 我们把这个女的杀死以后 就吓得这个老太太 说不说话来 说明这个老太太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智的 只不过她确实是分不清楚 我们是谁了 而这个应该叫什么 犬如 确实她并不害怕 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一个 就是故意留在最后 因为在最后一刻 我们把这个修女杀死以后 获得的这个欧盾之盘 盘绕之欧盾 然后我们现在的时间 回到了触发血月之前 我们来找这个尤瑟夫卡 他还在要求我们 这个带走 带来一些幸存者 而且我们听他这个 那样发出的声音 已经是比较怪异了 我们这边过不去 但是我们之前已经是在这个 禁忌森里已经 拍通了这边 可以绕到这个 尤瑟夫卡诊所里面的这条路了 之前给大家演示的是 并没有去触发这个尤瑟夫卡 没有 没有没有靠近他 而是这个选择在许悦之后 然后看到他发生了一些状况 大家应该还记得 然后呢 这个把他杀死 然后获得了一条旗带 一切都是很怪异的样子 似乎是他在 说的那个什么一点 就是好像是在被交配的样子 然后在那个时候 将他杀死 获得了期待 这个时候他说的这个话 跟原先还是一样的 我曾经有这么高的想法 为你 我会不会有任何解释 你会想让我们禁止 一样 事情不需要改变 你会做的 和我会做的 和我会做的 但是 如果你禁止 禁止 不过这次我们就选择把他杀死 这个战斗其实是这样 如果要是把他拖延出来的话 就可能不倒好打 一定要抢先手 是怎么抢先手 把手杖先收起来 然后直接因为他上来 他的位置就是一个死角 是一个他没有可后退的地方 直接就在这里打 抽几粒没了以后 给一枪接着砍 还可以打出个内脏暴击 好就把他塞在这里 小心点小姐站好别动 神会诅咒你这个白痴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欧盾之盘绕 这个是高级的欧盾盘绕的符文 内脏暴击之后会获得两发水银子弹 解释说明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 这个符文获得的是更强烈的 更高级的一个符文 于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神 确实跟他取得了联系 所以我们再杀死他通过身上 就获得了飞人的知识 飞人之身的转路 而且似乎神都准备决定 让神子降临在他的身体内 怎么样 有没有听到那个婴儿的哭喊声 就是专门给你停顿一下 应该有听到吧 这个时候是还没有触发雪月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雪月触发之后 才会到处都有这个孩童的 这个出生的这种声音 但是现在没有雪月的时候 我们把优瑟夫卡 这个假的优瑟夫卡杀死了 然后立马 就是等于说我们杀了没多久 附近就出现了这个孩童出生的 孩童的哭喊声 这样根据我们所有理解的线索 会不会是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神本来打算在他身上降临神子 但是在他还没有成功 和他联系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优瑟夫卡 他假的优瑟夫卡被杀死了 然后神就决定在附近随便找一个 就是神找这个人 可能谁来降临 可能还是比较随意的 很随便 就近找一个就可以了 也许并不是找到某一个 而是这让一群人生出孩子来 然后随便看是谁就是谁 那就是刚才是欧盾 是作为一个神 然后前面莫格 梅高 莫格算是一个神 然后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期待 应该也作为一个是什么神 是什么神呢 可能还是有些不明白 但是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疑问 这么多的线索 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 如果这时候再将游戏再玩一遍的话 可能看到一些场景的话 就会有新的发现 就是原本你没有注意的东西 但是带着这个疑问 你再走一遍的话 就会有些额外的发现 我们来到这一个 到处都是这种 这个叫什么花 应该请专业的人了解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最边缘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是在原本的工厂那里的话 是没有这片区域的 而这块看来是 应该是梦境本身产生的 然后这里有一棵特别大的树 但是这个树应该是一个枯萎的树 上面有叶子 但是渐渐枯萎的这种 然后这里这个月亮 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旗带有说到 暗淡之月促成了这个 叶人梦境 难道那个月亮就是暗淡之月吗 那么亮的月亮 不过再亮也没有 就是之前在这个莫格居所那里看到 那个月亮又大又亮 就是月之闷眼当中看到的那个月亮 看来这个区域平台还是 大小还是比较有限的 我们如果从边缘再绕过来 绕过来这一侧呢 就是小彩蛋的那部分 就是可以给这个信使戴上帽子的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 但是这边的话我们看 也可以看到那棵树 看来这确实就是已经是边缘了 这个有没有人认得这个是什么花 旁边这个花瓣是有六瓣花瓣的这种 但是我们进入这个 就是格曼等着我们的那片区域的那些花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花 但是那里的花的花瓣都是只有五片花瓣的 我不懂花 你看这个花不是一个品种 都是白色的花 但这些花不是一个品种 我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我看不出会不会有什么寓意 格曼在那边等着我们 多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然后发现这边的有一堆这堆墓碑上 泛着这个蓝色蓝绿色的这种光 这个光呢 这种光芒有的地方见过 我们在这个噩梦前沿 有一些灯上可以见到 再有就是说 如果召唤来了其他玩家的话 那些其他玩家身上也会泛着这种光 因为是作为灵魂状态加入的 就这种蓝绿色的光 可能跟灵魂有关系 然后我们看这个老猎人格曼的这个右腿 它是一个甲只 而且裤子也是挺破的 身上都穿着破旧的东西 我们整个流程下来 没有什么地方透露过这个格曼 它是什么人 只有这个人偶给我们说过 格曼 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甲只的那条腿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老猎人之骨 不知名的老猎人的骸骨 据称是他是老格曼的学徒 也是第一猎人的独有记忆 加速术的实际使用者 猎人们由梦境维持 作为负担火把之人 从尸体上获得旧有记忆 这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找个对比图看 确实是格曼少的那个小腿骨的部分 虽说是徒弟独有的记忆 但素科是通过这个腿骨来继承的 好猎人 你都做得好 夜是最后的结果 现在我会给你祝福 你会死 忘记梦 然后醒醒 你会被晃到这个可怕的猎人的梦 你会被逃出 这几个猎人的梦 就是不同的结局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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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 这句话是治愈教会的话 而且是威廉大师的 你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来头 居然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有个说法 就是说在闷中的死去 就是在现实中的苏醒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我们看这个苏醒的地方 我们左下角看我给大家演示了 是在这个欧盾小教堂 也就是教堂病房 刚出来的这个地方这个井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然后等醒来之后 看正对的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 然后从这里开始起升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却变了 变成了治愈教会门口这个广场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并没有那口井 但是呢 确实正对的方向是太阳的话 背对的方向是一个大月亮 看是吧 这背面这是个月亮 有的人可能分辨不出这是哪里 确实是确实没法分辨出来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接起来了 总之就是确实的从现实中苏醒了 而我们确实也在梦境中死去 原来这句话是为了这一天 雅南日出 获得这个奖杯之后 他还会有个详细内容给我们解释 你在猎杀中幸存 迎接新的一天 猎杀之夜总算是过去了 然而这一切之后呢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总归是活了下来 但是依然有很多的疑问 依然有很多的谜团 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 做的是对是错 眼下回想起来 我们整个旅程下来 都是不断的杀杀杀 见什么杀什么 管他是好是坏 见到的都杀 他们攻击我们 我们就杀 他们为什么攻击我们 我们都没有太多的去考虑 但是好像发现了很多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 能做的事情只有不断的杀 我们自以为理智的在进行杀戮 但是说不定在旁人看来 我们早就已经是疯子了 早就已经是什么杀人狂魔 我们 但是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结局 是不是最好的 我们一路杀戮完 最后选择自己的死亡 算是为了摆脱这个疯狂的梦境吧 而苏醒的时候 也是作为自己来苏醒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不过从最后的 格曼说的 敬畏救古神之许 他应该是威廉大师 站在威廉大师这一边的 而威廉大师最后得出的结论 从各个方面来看 威廉大师似乎是在阻止着什么 为了不让什么事情发生 而他也知道这个 从他出发点来说 应该并不想招致人类的毁灭 所以也许格曼让我们选择死亡 可能并不是错误的 至少对于人类来说 可能是好事吧 猎杀之夜如同过去一样再次度过 心里一天再次来临 这个梦境迎接着下一个猎人 迎接着下一个猎杀之夜的到来 而格曼就引导着下一个猎人 终结那场猎杀之夜 如此循环如此循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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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